一,天苍苍,夜茫茫,风吹草低线牛羊,出处,北朝,岳府诗集,赤乐歌,寒意,形容在外草原范木的景象,名剧中敌剑独为县,意思同县,露出,显现。 二,春风又绿江南岸,明月何时丈我还,出处,宋朝,王安时,博传瓜州,寒意,比喻美好的景象,寓意着对即将展现的美好景象充满希望,名剧中的绿的意思为吹绿了,动词,此外,名剧中的繁的意思为止回到故乡。 三,智之难也,不再胜人,再自胜,出处,先秦,韩非,韩非子,玉老,寒意,说明克服了自我的缺点,在立下志愿时才不会未胜过别人,而遭遇困难。 四,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善天下,出处,先秦,孟科,孟子,尽心上,寒意,说明不管在朝或在野,都要保全个人的良好品德。 有能力时,更要使得则汇集众人,凝聚中的善的意思为完善,动词,此外,凝聚中的其身的意思为自己。 五,借而舍之,朽目不折,借而不舍,今时可漏,出处,先秦,群旷,寻子,劝学,寒意,比喻坚持不懈,有恒心的人才能取得成功。 相反的,没有恒心的人什么事也干不了,凝聚中的怯的意思为雕刻,此外,凝聚中的漏的意思为凿开。 六,顺境不足喜,逆境不足忧,出处,明朝,红英明,蔡根坛,寒意,说明应该以坦然的态度,面对顺境与逆境。 凝聚中的不足的意思为不足矣,没有必要。 七,落霞与孤雾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,出处,唐朝,王伯,藤王隔续,寒意,描写黄昏迷人的优美景色。 凝聚中的雾的意思为野鸭子。 八,鸟宿池边树,风敲月厦门,出处,唐朝,甲岛,体理名幽居,寒意,描写黄辟,幽静的景象,反映隐居生活的全世自在。 凝聚中的僧的意思为僧人,作者贾岛曾经出家,此为作者自称。 九,洛阳心有如相问,一片冰心在玉湖,出处,唐朝,王昌陵,芙蓉楼送心见。 寒意,说明自己坚守高尚的操守,没有贪图功名利禄,内心坦淡磊落。 凝聚中的玉湖的意思为玉镯的湖,比喻品德纯洁无瑕,十,瞻一玉诗信花语,吹念不寒杨柳风,出处,宋朝,僧志南,绝句。 寒意,描写细语蒙蒙的江南迷人春色,凝聚中的杏花语,是指在农历正月江南一带,与水多,杏花开,所以称为杏花语。 此外,凝聚中的杨柳风是指杨柳在农历三月开花,这时候的风,称为杨柳风。 十一,问君能有计多愁,下四亦将春水向东流,出处,唐朝,礼玉,于美人,寒意,形容忧愁,无穷无尽,难以自解。 十二,是非成败转头空,青山依旧在,几度夕阳红,出处,宁朝,杨慎,临江仙,寒意,确认对得失成败,不必斤斤计较。 十三,两岸人生提不住,青州已过万重山,出处,唐朝,礼白,早派白地成,寒意,形容当时诗人的心境,是十分轻松愉快的。 十四,悄悄地我走了,正如我悄悄地来,我灰一灰衣袖,不带走一片云彩。 初处,现代,徐志摩,在别康乔,寒意,比喻一种潇洒自如的性格,给人一种清淡而宁静的旅愁。 十五,复朝之下,富有玩卵乎。 初处,南朝,刘亦庆,是说心语,言语,寒意,比喻,一个国家如果被摧毁了,所有人民也必会遭殃,受累。 明剧中的富一死为翻腹。 此外,明剧中的玩意死为完整,没有损坏。 十六,闪悟宿而后有劝,罚悟宿而后有成。 初处,唐朝,柳宗元,断行论,寒意,说明了奖赏和惩罚都必须及时,才能发挥劝善或谨谢的效果。 明剧中的悟的意思为悟必,一定。 此外,明剧中的欠的意思为免利。 十七,欲胜忍者,必先自胜,欲论忍者,必先自论。 初处,先秦,吕不韦,吕是春秋,先己,寒意,劝人凡事要有自知之明。 明剧中的自胜的意思为征服自己。 此外,明剧中的自论的意思为批判自己。 十八,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。 初处,宋朝,散仲烟,岳阳楼记,寒意,赞颂世事,以人民的利益为主,爱国爱民的好领袖。 祝,相次成语,为先忧后乐。 十九,临花谢了春红,太匆匆,无奈朝来寒语,晚来风。 初处,唐朝,礼遇,相见欢,寒意,描写春藏花谢,冷风寒雨的消瘦景象。 寄托作者深感人生短促,好景不成的悲哀。 二十,枯藤老树婚鸭,小桥流水人家,古道西风寿马。 初处,缘,马至远,天静沙,秋思,寒意,描绘深秋萧索而凄凉的景象。 二十一,哀哀父母,生我取劳。 初处,仙秦,诗君,小雅,鹿鹅,寒意,形容父母抚养子女,操劳辛苦, 也用以表达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。 明句中的取劳得的意思为辛苦。 二十二,横眉冷对千夫指,扶手甘为如子牛。 初处,现代,鲁迅,自嘲,寒意,说明为了个人理想而奋斗迪荡而, 不理会一般人的无理指责,一心一意为后背的利益而鞠躬尽瘁。 明句中的横眉是形容怒目而逝的样子。 此外,明句中的如子牛,是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。 二十三,天将将大任于世人也,必先苦其心智, 劳其筋骨,恶其体肤,空乏其身,行服乱其所为,出处, 先秦,孟子,告子下,含义,一个人要成就一番大事业, 必定要经历许多磨难和挫折, 即使受苦受累也不胡来,行为善能守洁不乱, 明句中的赤的意思为这。 此外,明句中的福的意思为违背。 二十四,贵而不骄,圣而不适,贤而能下,刚而能忍, 出处,三国,诸葛亮,降财,含义,说明不傲慢,不自大, 能自治是我们待人出世应有的态度, 明句中的赤的意思为依靠。 此外,明句中的下的意思为退让。 二十五,燕雀安之洪湖之治哉, 出处,西汉,司马迁,史记,陈舍世家, 含义,比喻胸怀大志的人, 一般人往往不能理解他的志向, 明句中的安的意思为怎么。 此外,明句中的洪湖的意思为违背, 住,相近成语,为洪湖之治。 二十六,不连, 则无所不取,不耻,则无所不为。 出处,宋,欧阳修,五代史,冯道传, 含义,说明一个不顾廉史的人, 会因贪得无厌,而什么坏事都做得出。 二十七,山不厌高,海不厌深, 周公徒补,天下归心。 出处,三国,曹操,短歌行。 含义,表达了求贤若渴的愿望。 明句中的燕的意思为,同燕,即满足。 此外,明句中的徒补的意思,为嘴里嚼着饭, 还来不及下燕,又吐出来。 二十八,不识庐山之面目, 指缘身在此山中。 出处,宋,苏氏,提西灵弼。 含义,包含着当局者迷,旁观者清的道理, 告诉人们要客观看待问题。 明句中的缘的意思为, 因为,二十九,天行鉴, 君子已自强不息。 出处,先秦,周义,前。 含义,勉励人们要努力向上。 住,相近成语,为自强不息。 三十,莫大必辙,伟大不掉。 出处,先秦,左传,昭公十一年。 含义,比喻属下力量过于强大就不听使欢, 在上的就难以控制。 明句中的莫的意思,为树梢。 此外,明句中的吊的意思,为摇动,摆动。 三十一,水至清则无鱼,人至谈则无途。 出处,东汉,班固,汉书,东方朔传,含义,说明为人处事,不能过于斤斤计较。 在一些非原则性的小事上,不能过于认真。 明句中的吊的意思是过于,只达到了极点。 三十二,大漠孤烟植,长河落日圆,出处,唐,王为,始至三上,含义,形容辽阔的沙漠,荒原等地烟尘徐上。 夕阳西下的景色,明句中的孤烟植的意思,为古代边塞燃风烟以报警,烟笔直而巨拢,风吹不散。 三十三,君子不责人所不及,不强人所不能,出处,随,王通,文忠子,忠说,为相,含义,说明品德高尚的人宽宏大量,不会过于苛求,更不会强人所难。 明句中的强读为强,的意思为勉强。 三十四,流水不浮,护书不渡,动也,出处,先勤,吕不韦,吕是春秋,尽数,含义,比喻人经常运动才不会生病,也比喻经常运动的东西不易受侵蚀。 明句中的书的意思是旧式门扇的转转,此外,明句中的度的意思指蛀虫,这里用作动词,不度是说不被蛀虫咬坏。 三十五,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,出处,进,陶游明,饮酒,二十首之舞,含义,描写诗人甜淡的个性,和与世无争的心情。 三十六,丹青不知老将至,富贵于我如浮云,出处,唐,杜甫,丹青饮,含义,赞扬一个人品德高尚,不目利益,凝聚中的丹青的意思为绘画用的颜色,这里只绘画。 三十七,是有伯乐,然后有仙里马,仙里马常有,而伯乐不常有,出处,唐,含义,昌离吉,杂说四,含义,比喻能识别人才的人,比人更难得,更可贵。 名剧中的伯乐的意思为春秋时勤国人,善于象马,比喻善于选用人才的人。 三十八,醉翁之意不在酒,在乎山水之间也,出处,宋,欧阳修,醉翁亭记,含义,说明做某件事,本义不在这件事上,而在别的方面,比喻别有用心。 三十九,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却乌山不是云,出处,唐,圆枕,离丝,寒义,比喻对王妻的感情深至不渝。 名剧中的乌山的意思为,位于中国四川,湖北两省的交界处,乌山在此是指乌山上的云,乌山的云是最为壮观的。 四十,春蚕到此丝方近,蜡聚成灰泪水干,出处,唐,李商隐,吴提,寒义,比喻坚真的爱情至死不渝,或对事业坚持不懈的精神。 名剧中的泪的意思为蜡烛燃烧是低下的蜡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